大家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三,我是Jacky 那么Goldmix呢,前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聊一下中国股市方面的问题啊 就是Tina50为什么跌得这么惨啊 像欧美股市包括印度天天疫情,天天创这个疫情的最差记录 但是呢,印度的股市和美国的股市都在屡创新高 甚至连咱们澳大利亚的股市呢,也是在7000点上方震荡 迟迟也没有跌破 那么中国股市呢,雄贯全球啊 所以说很多华人心里不太舒服啊 毕竟大家呢,也比较关心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局势 再加上呢,部分投资者在国内依旧是有股票资产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聊一下为什么在前两个星期呢 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开始入手中国的Tina50股票 以及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因为呢,我们当时认为在近期这些股票和市场就会产生非常强有力的反弹 那么在昨天呢,市场也证明了我们的观点预判是非常精准的 根据GOMAX团队给出来的分析呢 我们认为中国A50以及中概股上涨的逻辑呢,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呢,首先是资金面的充裕程度 我们知道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呢,大家在抗疫的过程中 政府都在拼命运钱搞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这一部分资金流入到市场中去呢,短期内并不一定能消化 资本毕竟是逐利的啊 所以说在上层社会或者是上面的固有阶层掌握的重资产投资项目中呢 房地产肯定是算一个 但是除了房地产之外呢 中国现在调控对大城市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非常严厉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资金为了找出路 自然呢,就会流到流动性更好 涨跌幅度更加波动性更加剧烈的资本市场中去 那么股票市场自然就是首当其冲 那么这份资金呢,它比较追求稳定性啊 像投资房产或者从银行借贷的资金呢 希望的是稳定的回报 所以说呢,这些资金开始拉动的大盘呢 也是属于银行股和其他金融保险类的股票为主啊 蓝筹白马这些股票 所以说呢,这一次上涨呢,应该是主力资金 或者是国家社保资金都在进入 那么这么充足的资金呢 我相信对中国股市中期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利好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中国目前的政策方面 开始对外进行金融开放 包括人民币汇率国际化 包括中国在上海进行的金融试点 允许中国居民开始考虑投资海外资产 那么在金融方面的监管放松也会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机构进入中国 从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来看 我们就明显能感觉到海外资本对于中国的资产现在逐步青睐 相信呢,海外资本和国内资本会同时一起拉高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价格 那么这两点呢,就是我们谈到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包括此前盘整了三个月的在17000点的产纳50 横盘之后呢,我们知道吸收的筹码足够多 横有多长,数有多高,是中国放量上涨股市的背后的逻辑之一 所以说呢,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面 中国A50以及中国上市的在美国的中概股表现还依旧不错 那么风险主要是来自于第一,美国加息的预期是否能够提前 第二,中国跟美国的国际关系是否会更加恶化 那么如果没有这两点的话,相信呢,短期内中国股市还是会有不错的收益和回报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想要获得更多资讯,欢迎联系我们GoMyster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